大家好,我是爱波 很高兴咱们又相见了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道德经》原文文的第69章 首先我把原文给您来一遍 用兵有言 我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尽寸而退尺 是为行无行,攘无弊 直无兵,仍无敌 祸莫大于轻敌 轻敌击丧无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好,这是原文 那么这一章怎么来用呢 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咱们一定不要主动去挑衅和伤害任何人 但是当别人来欺负我们的时候 咱们要主动的选择退让 回避 不与对方发生任何冲突 这样就会能让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如果对方瞒不讲理 一定要欺负和伤害我们 咱们一定要用智慧去应对 找出事情的根源和根本 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妥善的解决 当然了 正因为我们选择了退让和回避 更多的人会站到我们这边 来帮助和协助我们 让我们免受伤害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咱们明天再见